明偶封雲会 印谈与老旁 封雲高 主持 陶杰 鲍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個人意见 欢迎各位 准致收听陶杰局 多谢各位的支持 本日陶杰和鲍韦聪先生 Patreon 非常欢迎 感谢各位陆续的加入 还有我们的特别会员 风云会 密切沟通渠道 非常多谢 各位的支持 上一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刚刚抵达中国 展开第一日访问 点击收听率 非常高 非常多谢 各位的支持 果然过了一天 布林肯 在中国传风式访问 两日一夜结束 林肯开了记者会 而且他今次三场会谈 除了第一日会见 中国外长秦刚 展开七个半钟头 会谈之后 就见中国国家主席兼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只有35分钟 另外跟着 林肯 见主管外交的 国务委员 王毅 王毅在最后一场 他临走的时候 是不客气的 敦促美国 在对话和对抗之间 作出选择 即是说 一包就是糖 一个信封就是刀片 你临走你自己选一样 最重要 正如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指出 就是习近平 中间见他 35分钟 台椅 座次的摆设 明显把布林肯 扁低一级 尤其当他在奥巴马 做总统的时候 他会见前国务卿 克里 中间的茶几 平坐对谈 另外包括 这个Donald Trump 做总统的时候 强硬的叫做 蓬佩奥访问北京的时候 见过习近平 也是这样坐的 但是到这个布林肯来到 他就把他摆在哪一张墙桌 是当居高临下 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那样 当然这个也是和 美国自己在外交礼仪 那方面 没有事先 是问清楚有关 叫做有少少 是自取其辱 首先你带着 六七个人一旁人进去 那边中方那边 也是相应这么多的 这些官员 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椭圆形 那样坐 然后中间你两个 叫习近平和布林肯 中间夹一张茶几 以前胡锦涛找家宝 见这些 就算第一级的国务卿 都是这样见的 但是现在呢 就习近平 摆个阵出来给你看 我现在不是中国国家主席 中共总书记这么简单 我是皇帝 天朝大国 所以你美国就坐在旁边 而且我恩准你跟我对话的时候 或者听我的性分的时候 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我不戴 但是你进来 整班马仔 包括这个叫美国驻中国大使 百恩师 就全部戴口罩 这个呢 这个视角上 摆出这个天朝大国的阵 是摆给中国国内的十三亿人看的 尤其是给央视的新闻那些观众看的 因为三十五分钟是没什么意思的 连上这个翻译 最多呢 我想只有十几二十分钟的真正的弃肉 而且十几二十分钟有什么好说呢 都是讲原则性、方向性 和抽象理论 其他的秦刚和王毅自然会接僵 但是这个阵呢 就给美国一个很强烈的信息 就是现在中国的制度 返回帝制 你不需要再跟我说 什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那时候 怎样怎样 现在我说要这样 这个呢 是清晰给一个信息给布林肯呢 带回来说给拜登和美国国会知道 是不是呢 是啊 陶先生 那除此之外 你说以往的国务卿 见习近平的规格 是高过很多之外 几日之前 习近平在北京见微软的主席开辞 都是一张茶几两位并排这样坐 对于一个只不过商人 甚至他没有任何的官位功绩 最多是捐了几千万的有钱佬 竟然用一个国家元首级的级别去接待他 但是对于一个国务卿布林肯 就用一个天朝大国高高在上的态度 我不知道布林肯 或者他们美国官方的外交人员 为什么会接受这个安排 但是我的感觉 这次布林肯的身段是放得很低的 这个为什么呢 其实我又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上一集已经说了 为什么布林肯来之前 中国是高调接见这个叫做Bill Gates 而且这样坐是铺垫的 是搭个鸡棚的 目的是让布林肯来 是没得和我好像见这个Bill Gates 这样坐 这个阵来的我们说中 和Bill Gates说的是言不及议的 盖茨去到也知道 难道我见过你习近平 然后将那条生产线搬回来 不可能的 我要走的照样走的 而习近平对Bill Gates那种身段和语调 都是相对温和很多 这个是拉一派打一派 始终都是针对于美国B队 就是华尔街和高科技的美国 是将它用一个统战的手势 然后是针对布林肯和拜登 这个美国的华盛顿白宫和行政的国会集团 所以现在是一种分化 这个分化也不是一种新的伎俩 对吧 是的 这种情况我相信 配合布林肯在记者会上的言论 我就看到这次美国似乎比足面中国 我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这次布林肯的言论 就是记者会的言论 都是相对地温和 因为首先他提及 美国是不应该或者不会和中国脱钩 因为那个供应链和对于美国的经济 是有一个相当的影响 似乎已经派了一个定心院给中国 告诉他 其实大家经济上还有钱赚的 有得谈的 但是对于其他的部分 新疆香港西藏的人权问题 都是一不大国 对于台湾 他只是提到 中国在台湾海峡的一些行动 就会有挑衅性之外 其实其他的事情 布林肯都以往的言论 是温和了很多 这个三段论 第一就是建秦岗 建秦岗的七个半钟头 中共包括习近平在幕后窗帘上 一样装着装着 就看秦岗的夏马威 有没有把布林肯的傲戏 杀几成 秦岗谈完之后 回到报告 说他都算如指可教 于是第二集 就是习近平出来 放这个叫皇帝位的规格去召见 然后第三段戏 就到皇帝出场 是临走送他之前 那个是最强硬的了 所以现在不知道 布林肯关门 他强硬成什么 但是这个布林肯 这个人 正如我在差不多四年前说 和蓬佩奥相比 他那个人本身 那个气场是不够的 尤其是 那个样子很严肃 和很惊青 蓬佩奥那些不是 第一 身形好幻 还有呢 一脸自信 到处是笑笑口 而且呢 对于共产主义呢 他是看得非常之真确 所以蓬佩奥配 这个叫Donald Trump 是压得住习近平的 习近平在这个叫做佛罗里达州 Donald Trump 那个别墅里面 看他呢 是很不自在的 甚至 这个叫做 Donald Trump 访问中国的时候 和习近平 一起去入这个 紫禁城的时候 呢 Donald Trump 那对手 收到袋里面 我们会看到 习近平本来的手是垂下 都跟着他插袋 是的 那这些呢 很细微的肢体语言 是被那时候的外交家 和记者 发现得到 所以呢 Donald Trump 就算不打得 那个款子 他能看得到 而拜登 一个这样的老人 再加这个叫书生 这样的款子 中国人来说 是看上格 和看他的气势 是不放你放胀 按内就不放你放胀 当然 布林肯 他只不过 现在是美国政府 一个发言人 他不是代表后面的 Deep State 军方 中情局 这些呢 就不是人敢品 是吧 但是呢 你这次是被 习近平 哄你过来 就是向国内 做一场大表演 我不知道 是不是中间有些交换 因为呢 此行呢 见不见到习近平 是被认为 成败的分别 因为如果来到 见不到习近平 他整个行程 就好像 不获中方的后代一样 但是 我见到他见习近平 那一刻 他的而且 那个势是弱了 因为呢 他微微躬身 甚至呢 有一些 那个表情 是不知道 严肃还是微笑 那样 接着呢 习近平就带了他 去前面 就座 那个位置 整个过程呢 我觉得 他那一刻 那个气势 是没有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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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到 其实 出发之前 他曾经提过 他要建立一个 不要误判的 军事 沟通机制 但是 那个记者会上面 他都明言 中复国是拒绝 重启 这个军事沟通渠道 这件事是他排第一的 但是他最后 他见完习近平 见完秦光 甚至和毅 最后 这个军事沟通机制 都不能重启 所以我认为 今次呢 这个行程 就没有什么成果 我想 布林肯来 我想 首要 因为最近 因应这个气球 和南中国海 和美国的偵察机 近距离的擦枪事件 应该 首要 就是跟习近平说 好了 不要再来 是吧 已经 你上次那艘船 这样打横折 是来 我们那里只有137公尺 他想 是由习近平的口 那里 拿到个个人的保证 是说 不会拆枪走火 OK 那只猫在那里 琴高琴低 不好意思 哎 真是 那盏灯 你知道吗 假此 遲些被你弄到 不准 墙会塌 OK 是吧 是吧 不要给他 是吧 等他走 过去 是这样的 显然这一样 他是太幼稚 是吧 因为这些东西 根本就是证明 你走过来谈 不要误判 不要拆枪走火 你已经 是中了我的圈套 是吧 我就是想 拼拆枪走火 是吧 就是好像这样 要这样的挑人 砰一赢 是吧 砰一赢 是吧 然后砰一赢 是吧 那你就好了 好了 好了 不好 这些东西是什么说的 是废话 是吧 第二 就是说 这个 对抗归对抗 竞争归竞争 就合作归合作 是和中国尋求 还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 这个更加好笑 如果我是习近平 或者黄 我当时合什么作 你合作 你想和我合作什么 哦 气候暖化 global warming 是的 碳排放 是的 那请问 碳排放是为什么 哦 因为呢 是用很多的燃油 那我现在想用电动汽车 我不想用这么多燃油 那你就叫Elon Musk 和我合作 还有你便向我提供 最新一代的晶片 没有晶片 我怎样建我自己的电动汽车 我怎样跟你 Elon Musk 在那里设厂 是吧 我想和你合作 但是你在抵制我的晶片 那怎样 是吧 所以呢 如果中国来说 今天这个 布林肯那些言辞 是自相矛盾的 是的 在这个时候 我怎样会和你合作呢 合作一条毛 你已经在抵制我的晶片 5月那时是宣布呢 是取消中国三十一间实体企业的出入口的证书 就是说呢 在管制我那些实体企业的这个做生意的执照 就是被你制裁 我说你要合作 你取消制裁 你要合作 你买晶片给我 如果不是 我会告诉你 我现在下一年 就向俄罗斯和委内瑞拉 入口多三倍的石油 我立刻召唤所有中国的电动汽车 我恢复用燃油 而且用油渣 不行 我都搞到上海 沈阳 北京天津 是很猛烦 这个叫二氧化碳 吹吗 我现在帝制都能够恢复到 为什么我不能够恢复到全国行 这个叫燃油和油渣 为什么 我一定要先和你走电动汽车 跟着 Global warming 关于我差事 我现在要发展了 我不想用燃油 那你就给我晶片 你就让我发展自己的电动汽车 那你现在叫Elon Musk去设厂 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老习 到底是王毅恶的 因为你布林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是 还有 这些笑话 其实布林肯 我记得在记者会里面有记者问他有关于台湾的问题 那部分我觉得他的表现很差 布林肯提到他对于台湾海峽上的挑衅行为感到忧虑 忧虑这些字眼是很低层次 那些女的 那些人也有刺 那些人也有刺 很害怕 很害怕 现在明明是解放军的军机和战胆 是非专业地拦截 和让成一个危险 那其实你大可以最基本是要抗移 甚至你要求以后是不能再发生这些事情 但是在记者会上 你竟然也不摆出一个这么强硬的态度 而且还要提台湾说 50%的商业的运输是经过台湾 70%的晶片是在台湾生产 那其实有些感觉就是 比中国或者习近平觉得你 其实你是很害怕台湾有事 因为到时候 70%的晶片就会化为污有 或者50%的商业运输就不能进行 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 他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肆虑 我认为是 或者被人觉得是肆虑 其实实际上 美国方面是没有任何的让步 只不过布林肯和他说话 那套罪述是太过斯文 这些是很典型的 民主党后面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 例如他说 美国是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他是强调的 三项联合公布 和五项保证 和台湾关系法 他强调反对台海 中台方面任何一方 改变现状 其实暗中指仍然会阻压中国的方面 用武力攻台 但这些是没有变的 是没有变的 至于你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个几十年都是的 是吧 而且不支持台湾独立是一个立场 但是中国就当你是一个叫承诺 是吧 立场和承诺是两样东西 但是中方是将他这些 这样的说话 是将他歪曲 扭一扭 你答应过的 你不支持他独立 那日后就发他烂炸 是 当然不支持他独立 你独立不独立关我什么事 拜登说了 这个台湾如果那些人要独立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吧 美国不会支持 但是也都不会反对 这个是潜台词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意思是 美国中立 是吧 至于美国是不是在撥破 这个台湾独立 从来没有撥破 你有什么证据就证明 这个叫蔡英文 是美国放上去的 反而是扑到台湾独立 就是放入蔡英文去做总统 那个是李习近平下面的林郑 是吧 所以美国来说 是助官其成 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 preference 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民间 中国民间 对于布林肯访华 中国的态度 现在就觉得自己 已经是赢了的了 因为对于那个接见的规格 和布林肯说到是中美 还要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似乎是觉得 美国是惧怕中国 如果一旦 就冲突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遭受到影响 而在普遍来说 中国大陆的媒体 都是正面的 是 而外媒 就只是有强调 对台湾的海峡挑衅的忧虑 其实美国是没有让步 实际上去看看 是吧 他五月才制裁了 三十一家中国企业 那来到有没有取消制裁 没有 是吧 是吧 在Donald Trump的时候 维持对中国入口货 那个增加的关税 现在来到有没有说减呢 又没有 OK 而且在布林肯成行之前 就宣布日韩两国 和美国加强防卫 是吧 那这样有没有松口 是有没有 是吧 是吧 什么都没有 那是晶片那些 是吧 习近平最想 就是你放宽晶片 放一条生路 他走 所以就是希望 这个美国 他说 不要打压中国 科技发展延下之意 就是你继续给我 拿你的晶片 那布林肯 有没有说 继续给你拿 没有 其实没有一样东西 是放松到的 只不过你的款 走出来 就好像一个师爷 那样 不能说他鬼鼠 是吧 就是在愁眉心所 是扮到好像正人君子 那样的款 有点像蔡天鳳出殡 他有份去占养为庸 那只 是吧 严肃之中 是带有三分悲凉 这些在中国人眼中 都叫书生格 是吧 书生来说 是那些人看不起的 所以今次 我们看看 中国方面 如何利用 这个布林肯 来见习近平 那个中央电视台 我们看看 就由电影学那里去分析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会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强调 世界在发展 时代在变化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我们看看这一句 首先 这个中央台的电视台 你看到正面是带头 是习近平讲话 还有呢 旁边 给一个cut away shot 就被布林肯在旁边 在门头 在听着睡 他说 事关中美关系很重要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是一个主次 和主僕的关系 是很清楚 还有留意 中共那些东西 它是后面 宣传这些片 是那个音乐的使用 是很重要的 你留意那个音乐箭底 是吧 那个音乐箭底 是很有中国方面的气势 是有一种战斗里面 是带有喜庆 其实呢 新闻片 加上这些短片 就是那一阵音乐 这些音乐呢 是令到中国人看这段片的时候 潜意识被他掉尾 增加一些那个 这个配乐呢 你有没有留意 我有些可以分享一下 这些就是那些通常 打胜仗 是的 对了 胜利巡行 海船 海船归来的音乐 这类型 所以很明显 他用一个潜意识 告诉你 今次中国是胜利的 对了 潜意识 也有音乐 好了 我们再看下半段 宽广的地球完全融得下中美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 都是自尊自信自强的人民 都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 应该得到重视 各自取得成功 对彼此都是机遇而非威胁 你看到 这个音乐是不是一只海船的音乐 然后不断 那个占主的画面就是习近平 再继续给这次习近平 布林肯在那里写不经 在那里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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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给中国那13亿人听 布林肯来都是听指示 他的地位和姿态 和香港特首曾蔭权梁振英 林郑月娥见主人的时候是一样的 是啊 那些电视观众很嗨的了 很嗨 大妈的大叔 哇 这个我们国家 这个了不起 这个有什么 这个美国人 你看这个像个别山一样 那其实呢 你看看那句说话 他说地球很宽广 容得下中美两个同时发展 这个说话如果心水清 中国已经让步了 为什么让步呢 因为在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 那句说话不是这么说的 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说 太平洋够宽广 容许中美两国去航行 他是说太平洋 现在不敢说太平洋 他说地球很宽广 容得下中美两国同时发展 因为你说太平洋 已经刺激到美国 现在美国就是不肯分半个太平洋 给你 所以呢 他唯有安卫奖 就固定南中国海 现在美国说南中国海都不行 都不是你的 所以他的词会 就稍有调节叫宽广的地球 容得下中美两国同时发展 遲些说太阳系 这些就是其实是沙子了 但是做人 你说你不要失忆 你以前说太平洋够大 可以容得下中美两国同时航行 是吧 意思就是说 你是立夏威夷 以东算西边归我 那美国是关岛呢 那蔡班岛呢 那菲律宾呢 这些是你 所以撞了板 所以以前和布巴马那时候是偷鸡 说中国是成为一个战略性伙伴 现在已经是对抗的 就已经不是伙伴了 这件事呢 美国是没有动摇到 是吧 那布林肯呢 他说呢 美国那方面呢 是会继续喊为美国利益 推进自由开放国际规则的世界新秩序 就是说南中国海 台海这些立场是没有松动的意思 只不过呢 他说的音声细气 说得低调 说得斯文 和美国的CNN 那些电视台 就不会用中央台这一只蒙太奇 又或者创作性的一个电影的作业 去报道一段新闻 陶先生还有一个习近平说到 他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咦?不会? 那这一点呢 值不值得相信 或者是否真诚呢 这一点呢 这一点跟以前那些说法完全不同 东升西降 他西降当然你取代他 是吧 还有你前两天都跟这个Bill Gates说 应该是采用中国方案去治理世界的问题 就是说美国的方案不行 是吧 中国方案就是取代美国秩序 是吧 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 怪不得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McMaster说 这次布林肯这个访问是全没有意义的 是吧 确实是没有意义 我们上一集都说了是没有意义 是吧 是 你说要中国去合作 合作什么 那只芬太尼这些毒品进入美国 叫我在这里源头减毒 我从来没有卖给你美国 我卖给哥伦比亚 卖给你拉丁美洲那些东西 我没有 我以为卖给他们在南美洲 他们自己刷 哎呀 他们卖去佛罗里达州和加州 那不关我事 是吧 这个世界完打完难 是吗 你们美国那些年轻一代 那些年轻人吃了之后双丝 这样吗 这样 现在有片 关我差事 谁叫你喜欢刷 谁叫你嘻皮事以来 你就主张 是吧 索东西吸毒 大麻 是吧 我这个是市场供求关 你叫我怎么合作呢 哦 不要生产 不行啊 是吧 跟着因为我这些中国货入 美国你加到这么多关税 我出口大为 大受影响 但是 这些这样的低端国家 是吧 是都要索 这只分泰来 我就卖给他 我卖给他 我当时说到没当弱用 谁叫他索到那么疯 哎呀 你那里都索到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我和你合作 合作 合作条毛 合作 所以 所以不要说中国没有逻辑 其实有时候那些左膠啊 这些美国佬啊 有时候 一样是没有逻辑 说些 或者他这些是 都是去到是 是 胡说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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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场戏 或者拜登 跟着呢 其实呢 这次 中国是有求于美国 因为呢 11月 美国是主办这个叫APEC大会 嗯 那到时呢 现在呢 现在有些暗涌 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些声音 你说要邀请台湾总统 蔡英文出席 那时候呢 习近平还去不去 还有习近平最想 是趁着 出席这个叫美国主办的APEC 20国呢 是建了这个叫拜登 去到白宫 和你平起平坐呢 然后协这个威 回去 加强 他那个呢 威权的管治 那现在呢 就要啊 布林肯回去 是吧 报给拜登 看看 放不放这个 这个favor 放不放一马 哈哈 那所以呢 今次呢 这个访问来说呢 可以说是 各有所求 或者各有所需 但是你这个 宣传的方面呢 你美国的民主国家 始终都不够啊 独裁国家那种 对于政治宣传那种组织力 和那种洗脑的力量 这些在前苏联时代 共产社会呢 他们对于影像 音乐啊 这些镜头啊 其实有很深刻的研究 那这次很明显呢 就已经被中国 摆定个阵 他对 对号入座 要配合了 刚才你说的那条宣传片 那就满足了十四亿人民呢 那个民族主义的心态 觉得一个美国国务卿呢 现在呢 来到中国 要有求于中国了 那现在呢 习主席呢 就分事完 他抄完笔记 乖乖地回去 然后交供货 我是班主任 告诉那十三亿人 还有呢 全世界的华文传媒 因为那些华文传媒 无论是大陆 香港和海外 有九成已经是由 这个叫做中国控制 所以你们看中文呢 长期看一些简体字 你这个人呢 是不是 那个意识 都跟着那段片 那个海船君乐 这样去到很远的 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的客观认知呢 当然不是 所以为什么你要看我们风云谷呢 因为站得高 还有望得远 还有告诉你 天外有天 不只是坐井观地 不是坐井观天 就是我的坐井观地 最重要的是 如陶先生所说 晶片的制裁 或者制裁的实体 甚至一些关税的 有没有减免 这些是很实际 还有 未来还要看中国 究竟在台湾海峡上面 它的军机和军舰 就是接近台湾和日本领海 的频繁次数 有没有减低 这些种种 才是实际 就是看到中美两面 究竟会不会 将现在的紧张局势 是降温下来 这些才是行动上最重要的 这个大西已经决定了 降不到温的了 是吧 而且也都不轮到 美国想降温 关键是 中国不想降温 OK 因为它连个军事的 紧急沟通的机制 都不恢复 不是 经济不行 一定要在外面 制造对外气氛 才谷得起 在大陆的民族主义 包括香港 对不对 所以这次 布林肯去的清单 这么长 有些人觉得 是不是英国首相 这个叫做 申伟城 之前去过 叫布林肯 香港 廢除港版国安法 或者放人 那些 没有的了 这些就搏在一边 是吧 香港现在你算老几 你二十几年来 特别是这三年 你自己把自己的地位矮化 是吧 人家就 不当你没事了 是吧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 分享风云谷 是吧 欢迎各位留言指质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就会 拜拜 好多谢大家 其实国民党如果真的执政 对于在台湾的香港人 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是否会好过以前的 现在民进党呢 因为他们始终是华人 那个气度 你不要以为是跟英国人一样 说到YouTube的时候 我觉得很小声 因为不好意思 有点自卑 有点自卑 谁知道他听到之后 肅然起劲 是啊 突然间对我态度好很多 所以我们做这些KOL 我不会学 某一个在台湾滋生的 是这么困难的 他没有说我们风云谷 因为他不敢说 人渣法西斯 刘虎将军 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谓的KOL 其实我都很恨这三个英文字母 我心想好像十年八年前 我这个叫十九这个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他真的很厉害 你这条带给他看到又反面 他就说你老哥非常好 说风云谷做得很好 我说你也是 将来有机会去同台 你发觉我现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和天狗吃了两餐饭 给他感染了瓷场 说完我 我知道 我看一个人 我是要看他的优点 加入频道会员很简单 你可以用电脑去回我们的YouTube频道首页 按加入频道会员 又或者用手机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栏 卡最上面的连结 加入风云谷频道会员 有能力的朋友 还可以同时加入 陶结Patreon 和霸卫冲冲心直说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种专属内容之外 还有1-6风云谷的声音版 大家的支持一定会令我们更加有动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好节目和内容 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